由刑事局与新北市警局核组的专案小组人员 进入嫌犯的办公处所进行搜索 查获一本本的不动产抵押借款契约书 银行存折金主名册及现金300万元等 警方调查发现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 过程中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 以房地产作为抵押向金主借款 再与土地代数及金主仲介到地震事务所办理抵押设定 结果被害人贷款所得又继续遭到诈骗 刑事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 刑事警察局打诈中心于今年年初分析假投资诈骗案件 发现新北市地区有意诈骗集团 以假投资假冒公署及发卖宁古塔方式诈骗 案经台北地监署检察官指挥本局 北部诈骑侦查中心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海山分局侦办调查 与全国打诈专案期间 8月13日执行查细 具体理性犯嫌五人到案 现场查购现金 新台并300万人及犯罪证入 刑事局方面进一步说明这个诈骗集团 如何勾结代书诈骗被害人房产 发现诈骗集团甚至会介绍地下金融贷款被害人 除了将被害人房地产予以设定 然后再抽取手续费 中介费之后所拿到的剩余的反向军备诈骗 警方一共逮捕理性女代书 中介及金融贷等五人到案 虽然理性女代书实口否认强调只是接受客户委托 不知道对方是诈骗集团 不过专案小组认为理性女代书收取的手续费过高 讯后仍依刑法诈欺罪 刑前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理等罪移送地检署侦办 刑事局方面提醒民众 所有未经政府主管机关核准的网站或是APP 而且资金网来采私人金融账户或是理财专员 到辅收款的情况都是诈骗 呼吁一定要提高警觉 如果有疑问 请先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向110报案 以便落入诈骗集团圈套受骗上当 记者张启腾采访报道